戴上VR眼镜,就能置身于氢能源电动车结构构造和运动原理的三维动画空间。 近日,在北京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,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蔚来绿色能源领袖, 美国来华夏令营的哈佛大学和塔尔萨大学的14名师生实地了解中国氢能技术及产业的发展情况。 软能源电动车,燃料电池动力系统自行车,燃料电池无人机,氢燃料奥运火炬。 在展厅内,各式轻能源产品及模型陈列一旁,吸引美国青年们用手机拍摄记录。 作为一名机械工程专专业的学生,卡特对轻装置的发生系统及其工作方式的清洁性印象深刻。 此行让他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。 直到你来到这里来到这里,你不明白怎么办的。 你不明白怎么办,怎么办,怎么办,怎么办。 我非常喜欢这个设计。 这个设计是非常好。 所有的示范都很合作。 我认为它给你一个全面的照片。 这就是很有趣。 有一个温柄在那里,它们的温柄在那里。 美国高校学生在参观交流之余纷纷表示 绿色转型可以推动全球发展迈向新阶段 而国际交流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全球的发展迈向新阶段 全球的发展迈向新阶段 都要合作进行这些技术 以我们的能力的发展迈向新阶段 我认为不在那些公开交流中的公开交流 我们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改善 我们现在的发展迈向新阶段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的 更新阶段的发展迈向新阶段 和新阶段的发展迈向新阶段 和新阶段的发展迈向新阶段 I believe that um cooperation is the final key to a greener planet uh like Michael Jackson says you know to heal the world right an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when I do go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et back in the classroom I'm going to share all of this information with my peers and my professors you